欢迎来到灵异税务讲堂 我是会计师灵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 是关于FTX宣布破产 我能在今年年底前冲销损失吗 今年11月份重大的财经新闻 应该是第四大虚拟货币的公司FTX 在11月11号申请Chapter 11的破产保护 这把火呢也延烧到其他的虚拟货币 例如比特币的价值也大幅的下降 然而呢有许多投资人关心的话题 除了到底可以回本多少以外 就是损失可以冲底吗 如果可以是什么性质 以及冲销的时间为何 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呢 曾经有一个讲的是虚拟货币的税务处理 引用的是国税局的文告 Notice 2014-21 简单的来说呢 虚拟货币在交易的时候 并不是当成一种外币交易 而是当成是一种资本类的资产 就是capital assets 所以呢在产生交易行为的时候 将类似于股票的方式 认列资本利得或是资本损失 但是如果交易量大的时候呢 可能会被当成是存货 则交易时呢会被 认列成是一般收入及损失 若是挖矿或是接受虚拟货币 来交换货物或是服务 那收受者也要将其 认列为正常的所得 那我们再回头来谈这个FTX的例子 若是投资损失确定的时候 纳税人应该可以认列投资损失 然而呢在现行的状况下 虽然FTX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 就是file的chapter11 但是呢由于案件还在法院审理 债权人目前不能确认 可以拿回多少本金 以致不能确认纳税人的投资损失 一般普遍认为 应该要到2023年 才有可能认列这个投资损失 但值得留意的是 虚拟货币虽然在多数的状况下 当成是capital assets 报在1040表格的schedule D的向下 但是呢它的天然的性质又不是股票 所以限制股票 watch sales的限制 并不适用于虚拟货币 在之前的视频呢 我们也发表过一篇年底的 传统税务规划的技巧 里面呢有提到传统的技巧之一呢 是在年底之前呢 读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 看看呢有什么可以来对冲的投资损失 那从上述的这一些文档 大家可以用来自由运用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